178 香港相報,保衛戰為何打得這魔雷 2015年7月10日重要新聞 A03紅啦、將啦、停啦!巨大的恐慌下, 終於迎來十個將百支,這千古謝霆鋒 A古的救市保衛戰昨日戰至第四天 我們的戰備日記,有幸見證了這樣偉大的盤口 官家覺得狠冤可以說 這個星期中國股市發生的一切,也許一輩子都難再見了 經歷本周股市的朋友,哪怕你是高位暫光者 你也可以感到自豪地說 我在公容2015年7月6日起,見證並擁有不平凡的賭場經歷 星期一,競價千古漲停,收盤千古跌停 星期二,開盤千古跌停,晚上千古停牌 星期三,開盤千古跌停,收盤環市千古跌停 星期四,開盤期止跌停,五盤千古漲停 絕地反擊,暴障近百分之六,盤中連續收復三千四百點 三千五百點,三千六百點,三千七百點各大關口 中國古民並沒有被嚇到,被征服,被殺絕,拆乾臉上的汗水 掩埋好爆倉者的屍體,神州大地上所有火線救市的重領導 終於可以喘口氣了,雖然此後是否還有惡戰想不得而知 當官不為股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想想吧,都能哭得起來,你說說,以證監會為代表的領導們 為救市操碎了心,警察都入場了,公安部會和證監會排查 近期惡意賣空股票與股指的線索,槍指空頭 暴力救市救用心的吧,可居然還有人爭亂喊下課什麼的 古民們誰也不領情,總之,官家覺得很冤,古民覺得很苦 機構覺得很窮,眼巴巴地望著羊媽,救市保衛戰打到這個份上 你說類不類,官類,民類,淺類,深更類,監管曾從股災中學會 了什麼不妨將時光倒回二十年,複雜一片三百二十七國債事件 1995年2月23日,一直在327品種上聯合造空的遼寧國發集團有限公司 搶先得知327貼式消息,立即由造空改為造多 使得327品種在一分鐘內上漲兩元,十分鐘內上漲3.77元 造空主力萬國證券公司立即陷入困境 按照其當時的持倉量和價位,一旦期貨合約到期,履行交國義務 其虧損高達六十多億元,為維護自己利益 三百二十七合約空方主力在一百四十八點五價位封盤失敗後 在交易結束前最後八分鐘,空方主力大量投資交易 以七百萬手,價值一千四百億元的巨量空單 將價格打壓至一百四十七點五元收盤 使327合約暴跌3.8元,並使當日開倉的多頭全線爆倉 造成了傳媒所稱的中國的巴林事件 是改革開放後遭遇的第一場金融大地震 這是年輕的中國資本市場,第一次人進金融衍生工具 就栽了一個大根頭,一招被蛇咬,十年怕井醒 此後的十多年時間因 內地資本市場的創新就此停滯 然而三百二十七國債事件所交學費是巨大的 現在看來,學費交得者摩組,但還是白交了 中國官方的金融監管水平並沒有提升 還停留在二十年前的水平,所以重願頭常說 有了這次 也是一種必然,好吧,往事不可追 眼前這次股災官方向幹學的課程交的學費似乎更多 目前已有經濟學者開始擔心 資本市場上的流動性問題會通過勸商 導致銀行影響首當期衝擊是人民幣匯率穩定 有專業人士甚至判斷中國在這次救市之後 極有可能出現人民幣匯率的更大幅度貶值 並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但這次希望無論如何股災學費不能再白交 最起碼官方要學會怎樣玩槓桿 不能提心吊膽地再來一次拆彈 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 假如平時官方在金融創新的同時 虎連監管創新本領 就不會被動應戰 且可不戰而屈人之兵 達到細線無戰士的境界 何之於像眼下這樣? 古堡為戰打得這魔雷、這魔懸、路人甲 錯誤 明言 感谢观看